孩子的心灵 宛热洁白的画布 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 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 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法语 让具教化的节目 沉浸孩子的深口意 令孩子的成长之路 有佛 有菩萨 有善之士 长相左右 处处观照 欢迎收看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法讲座 观资在菩萨 心声薄热薄明和时 山泰姥 在菩萨 momencie音声薄明和时 看见悟队涕 超来 3 灿 Shan 倒不一切 ' an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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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现在我们来慈悲一下 因为我有个习惯 走到什么地方都想要甘露私食 为什么不做也不行 他们早就在等我们了 所以我常跟很多我们联络的人说 你要办法会你要赶快做 那些众生都去你家敲门了 海盗法师要来 你不赶快布置给我吃 点个甘露 点个烟共香 这边不能点香 但是我们用水米 没关系 我想佛法的慈悲 用水 用米 用一块面包 点一只香都可以 而不是说每一样都要做 就算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做 连水都不行 用心给它也可以超度 因为我们之前累积的资粮 今天是六月十八 十灾日 如果常念观音菩萨 常念地藏王菩萨 如果又能够守灾戒 消除九十节罪业 所以希望我们的精进 可以帮助所有众生 消除九十节 他们就马上脱离地狱回到了 帮助他们 请翻到十六页 我们做诗诗两个最重要的咒语 一个就是辨诗咒 第二个咒语就是甘露水增盐 这两个咒语 看得到最远的地方的整个沿州 那边的二轨道通通可以吃到甘露 一个人 所以因为菩提心是最重要 有悲心 谢谢 会念了 我们鼓掌一下 太重要了 意想 这个地球只要有一颗太阳就够了 对不对 所以 因为菩萨还是少数中的少数 好 然后十六页 功德 为什么要念这个咒语 还是要再强调一次 念这个辨诗咒 接受的这些众生可以得到这些利益 不思的可以得到十种利益 我们一起念一下 来 功德 一 受者的利益 受者的利益有三 一 能具足饮食 皆得饱满 二 恶鬼升天 三 婆罗门仙 诸根 具足 圆满吉祥 二 失者的利益有十 一 具足 无量功德 二 寿命延长 三 成就 供养 无量如来 四 颜色 鲜洁 五 强记 六 夜叉 罗叉 鬼等 皆味 七 心得 清静 八 正 犯天 微德 九 于诸 怨敌 常得胜 十 三 宝意念 诸天 永护 可见经常诗诗 并念诵 辩诗真言 对受诗者 与诗诗者 皆能获得 大利益 经典说的无量无边的功德 这是其中的一条 然后呢 一个简单的七颗米 一点点面包 就能够让恶鬼升天 世间的婆罗门先人 诸根巨竹 圆满吉祥 就像华人拜拜土地公 他觉得家里就圆满吉祥 就这个意思 诸诗人也会顺利 就是说受者可以有这个利益 但是各位你想到恶鬼升天 你就太感动了 恶鬼道 要至少一百七十万年 还有更多的 受完苦 才能够投胎做畜生道 又无量苦 然后再投胎做贫穷人 无量苦 然后除非哪一天 他能够听闻佛法 不识他才可以升天 但是你念辩识咒 然后不识给他一点点水米 一点点小面包 他就可以直接升天 乃至愿意往生净土 都往生净土 这个咒重不重要 太重要 而且所以佛陀说 念这个咒 如果你不会成佛 他讲的经典都骗人的 所以各位要有悲心来念这个咒 然后你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大的功德 供养无量如来的功德 可以正犯天威德 虽然你现在是人 你已经有上帝的力量 叫犯天威德 所以这个咒叫 无量威德 自在光明咒 所以来 先翻到十五页 我们念一遍 然后我们大家都有水米 先放地上 没关系 我前面有准备这个 刚刚我们师父 又给他弄了饭菜 慈悲啊 慈悲啊 少了一个面包啊 老外吃面包的 所以刚刚他们买汉堡 我说多买几个 干嘛 拿过来 他们说 我们拿到车上吃 汉堡 苹果派 放着 哇 他们太快乐了 但是各位 多做这些功德 做完以后 也不要自己吃 特别那些饼干面包 那些海鸥啊 那些鸟啊 对不对 太好了 他们很喜欢 希望大家背一下 一开始背不起来 至少 哦 三不来三不来 哦 三不来三不来 比较容易记 那么少了 那些的 我老子弟就是请了 无量为德 在光明如来 急说奏耶 哦 三不来三不来 那翻过来 甘露水真言 然后他的功德 有十六条 那这个功德 为什么要强调 第一个 对你有帮助 第二个 这个功德 可以布施给众生 你希望你爸爸妈妈长手 多布施甘露水 他得到寿命长远 你希望你的女儿 长得漂亮 你布施甘露水 他可以颜色舒美 你希望你的爸爸 气力充胜 老人啊 没力气了 你帮他布施甘露水 功德回向给他 气力充胜 更大的慈悲是干什么 你身上具足 这十六种功德 只要看到我的人 想到我的人 念我名字 骂我的都得到这十六种功德 菩萨所做功德是为了对方 所以你要得到这些功德 你就要积极的 这些音 念甘露水增言 所以早上我们从伦敦来 哇下雨 下雨 可以念很多甘露水增言 所有的语音水都变甘露水 这个功德大不大 大 求观音菩萨加持 化成甘露 所以十六种功德 我们念一下 一 寿命长元 二 颜色 疏眉 三 气力 充盛 四 心肠 欢乐 五 辩才 无智 六 恒无 吉祥 七 苦中 相结 八 人皆 敬仰 九 天神 侍卫 十 皮色 遮鬼 现行 共己 十一 生无 己患 十二 微得 如亡 十三 恶人 恶鬼 间接 生喜 十四 得 千伦 王 福 十五 梦见 诸 菩萨 罗汉 十六 所生之处 世界 震动 特别十二 十四 各位看一下 微得 如亡 再来 得千伦 转轮王福报 一个转轮王福报就够大了 何况是一千个转轮圣王的福报 人家问你 你为什么有一千个转轮圣王的福报 因为我使布施几滴水 不是水多少 而是因为你同情这些恶鬼道的苦 所以各位等下布施的时候都观想来 咽口鬼 我们的妈妈嘴巴一渴 她就会吐火 所以晚上各位吃饭 不要出声音 如果不吃 功德更大 晚上你只要吃饭 咬 或是汤匙一出声音 所有的咽口鬼 马上吐火 吐火 就会又烧到自己的脸 所以叫面燃鬼 那你跟他想 他们多可怜 可怜到没办法形容 所以各位就养成习惯 我希望各位走到哪里 不嫌麻烦 沙沙干露啊 里面有各种的咒语 今天我会发给各位 咒语也可以放在里面 也可以放在身上 这个咒如果有可以放在外面 也可以带在身上 你带在身上 你洗澡都在布施干露啊 因为转经轮非常好 那有时候不方便 你只要戴在手上 你在走路 这边有麦 对不对 我们把麦这边 砰砰砰砰砰 那你把它挂在手上 那它就一直在动一样 这里面有六个咒 今天要发给各位 然后呢 连手机上都要贴个咒 你不拿手机不能生活的 所以手机上都要有功德 举及利益众生 那我想大乘佛教 利用各种的方便 我只是希望各位以后 拿到水要喝的时候啊 就念一下供养 善供下施 然后杀几滴出去吧 所以喝水不离开菩提心 供养三宝 利益众生 然后呢 做什么都不离开众生 好 我走遍世界就推这个而已了 因为很容易慈悲 也很容易得到很多的力量 功德 来回向给别人 而且很容易做 一杯水 七颗米 没有米也没关系啊 然后一点点面包 饼干啊 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要去做 然后呢 放在你家里的外面 公司外面 或者窗户打开 就能够放米的地方放 隔天一定米一定不见的 为什么 鸟吃完了 更快乐 那个水 放一杯在那边啊 慢慢慢慢 让它干掉都好 所以有些人很喜欢 买一种观音菩萨 会喷水的 二十小时在那边喷水 非常慈悲 英国人有个习惯 有些地方晚上会放一个灯 外面有玻璃 对不对 放在门口 非常慈悲 对我们来讲是 代表佛光啊 能够超度那些孤魂野鬼啊 能够让他看到极乐世界啊 所以各位 这个世界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来 水喜功德 但是首先要什么 来 相信功德 就是说 这个英国人在外面点一盏灯 他只是为了装饰 甚至为了做生意 但是你要把这一盏灯 帮他转化为变成菩提心灯 这个对他很重要 然后这一盏灯一点了 哇 这附近的孤魂野鬼呢 就可以看到佛光啊 看到极乐世界 只要每天晚上他为了做生意要点一盏灯 那我们都随喜他 所以念一下 相信功德 随喜功德 所以说 这一家店是在做面包店 做饼干店 他每天都有很多很香的味道 从油烟机这样排出去 那你就要到那边 观想他那个味道 帮他念一遍 以你的悲心 悲心有多强 他那个味道的力量 就可以持续有多久 那你去过一次了 你忘了念变石咒 以后他只要做饼干 做面包 那边的众生就得度了 吃得到了 所以我们去加拿大 某些地方 哇 那些爆米花可好吃了 对不对 他们加了什么蜜糖 很香 门口走过去就被他勾引了 所以我就多跑两趟 在那边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我一段时间 我就会再念一遍 哇 那边是我的经销商 业务推广 那些众生天天都可以去那边吃 各位 我们人可以死哦 但那个悲心可以骗很多地方 因为要让每个地方 所以我在这边再教一次 各位是希望 大家也成为英国曼彻斯特 一个慈悲代表人 好不好 你不要怕 有事叫他找海涛法师 海涛法师找这些法师 我们天天都在做 我们做甘露丝丝焉供 已经做到今天 这一年半 五万多场 你看力量大不大 对对对对 这个叫水洗功德 所以你身上有五万多场 你怕什么 你等于整个银行都在你后面 小事 所以佛陀教我们 一定要水洗功德 你力量才会大 因为众生量太大 众生太苦 对不对 我们水洗所有道场 蒙三思死功德 对不对 我们水洗所有点灯的功德 我们水洗这个世界 所有在放生救护生命 医生护士的功德 这些都要水洗 因为你去医院才知道 医生护士很重要 那这些我们从内心水洗 而且要把它转化 我刚刚讲了 这么多医生 医生都是药师佛 护士皆是观音菩萨 所有的药变甘露丸 对不对 所有的点滴变甘露水 那你要这样去观想 所以有这么多医生护士都在忙 你也要转化他 他也在修功德 然后就可以帮助这些 病人都是父母 所以这个世界 那你要把 你要去转这个念头 也去相信这个功德 随习他们的功德 所以你每天都在运作 都在运作 所以每次我看到警察都在观想 那个就是佛陀 左边 右边 诸恶莫作 众山奉行 不要走错路 你要观想 你不能说 他叫做警察 那个叫概念式思维 那个是虚幻的 那你要把它转念 你不好的 你也讲不清静 转为清静 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看到 你不喜欢的 你不能把 不喜欢 那你污染你自己了 这个不喜欢 你要转为 转为一个喜欢 一个好的形象 比如说这个小孩子被打 我们不忍心看 刚刚讲 那是愿这个小孩子 累世累劫 所有小孩子的业障 都因为他被打而消除 你知道吗 你要把它转化 让这个小孩子得到功德 让那个妈妈 愿所有世界的业障 冤在 他都要好了 他都讨爆了 对不对 他内心里面放下了 也希望他转化 事实上他在打的是 他自己的称恨心 对不对 他在打的是他自己的业 但是你也要把它转化 你不能说 妈妈错 被打的女儿对 一般人同情弱者 站在相对法 但是你要把两边 都用佛法的概念去转化 所以当你在做 辨识咒的时候 你要观想 这个七代表无量无边 所有这个世界的 面包 糖果 食物 水果 米 都变成你 七颗米里面的 所有这个世界的水 特别是 很干净的湖泊 我们去加拿大 荷兰 德国 看到很漂亮的湖 都变成甘露 所以你在对整个世界 上供下施 那 念一下 来 心量有多大 力量就多大 所以要让我们的心量 跟所有的水 所有的甘露 所有的世界 所有的众生 连在一起 这个叫空性 空就是产生关系 互相依存 互相影响 空性 所以我们这些 我们今天在这边做 有没有在影响世界 有没有 有没有影响法界 有没有影响父母 有没有影响祖先 就是这样 所以佛陀跟我们讲 因果这个观念 不能把它套在自己身上说 那我自己断恶修善 免得我下地 因果代表影响世界 互相影响 善由善报 这个世界没有单独的存在 你每一个起心动念 都在让这个世界快乐或痛苦 所以你要把自己的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跟每一个片法界 跟诸佛菩萨 都连在一起 请问我们今天 大家在这边老师共修 诸佛菩萨快不快乐 快乐 护法天神快不快乐 诸天勇护 三宝意念 护如眼睛 为什么 这个才叫因果观念 这个因果不是个人 而是我会影响世界 所以每个人都要对这个世界 负起责任 这个世界有不好的地方 最近这次进来英国 我听了好多次 最近英国波安定偶 曼彻师特也不太安定 这是谁的 这是我们的责任 各位你要观察 你就是主管 所以我必须为这个事情 去转化 去努力 回想给那些受伤的人 回想给那些死亡的人 回想给那些担心的人 回想给那些恐怖的人 冤情平等 当然我们很同情弱者 但是那些招业的人可不可怜 那没办法 新闻的可怜 因为他们招了这个业 百千万亿抱在他身上 他不了解 他认为说 我这个事情做了 然后全世界的新闻都在报道了 我成功了 这下 你伤害了多少人的心 所以 然后造成了多少都不方便 机场都不方便 因为刺没有错 媒体可以影响 但是也造成 他自己多大的夜暴 他可不可怜 可怜 所以各位你要想尽办法 来 想尽办法 原谅对方 记住这句话 你老公三今半夜都没回来 你要想尽办法了解他的痛苦 这叫修行 原谅替他讲话 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世间人是想尽办法找他麻烦 批判他 那你学佛是想尽办法站在他的立场 承担他的苦 替他解释 好不好 一定要练习 因为你不练习这个 讲话不好听 说法没人听 念佛更难听 因为你喜欢批评 喜欢讲负面的 人家刚往生 已经还不错了 气氛不错 来 阿弥陀佛 烦了 烦了 谁来念佛了 一个专辑完 骂人在念佛了 所以各位因为 不是声音 所以达摩祖师 他不喜欢讲语文文字 以心传心 对不对 不立文字 他怕现在末法 就用文字用语言来代表佛法 有心 所以各位你要传心 现在来的你都不认识 讲的语文你都不懂 但是你可以用心帮助他 请问我们能不能用心帮助这些排位众生 可不可以 可以 刚刚我讲到排位 我心里都很感动 因为心就跟他相应了 各位也会很感动 所以因为特别了解 照顾过小孩的人 都很同情小孩的苦 所以原来我们这份心 它才是我们真正的力量 所以不要去污染它 反而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去训练这个心 这个叫什么 来 陀罗尼 所谓咒 就是护持你的心 不离开悲心 有这个意思 所以你要念咒 当你恨对方 当你想到众生饥饿 赶快 让他脱离饥饿 我想各位你路边看到那些难民 在欧洲蛮多的 你除了钱给他 或是你没有钱给他 或是你根本没办法钱 因为你在车子上 那你要让他脱离饿 念这个咒就脱离饿 让他将来有福报 但是你这样才可以让自己 生起一个背心 不能说看到他 而生起一个分别的概念的思维 但是你没有用佛法的力量给他 你要马上给他一个 欧玛尼勉弥弘 欧弥陀佛 希望他脱离轮回 好 经典说 恶鬼城离我们这个土地 四十游巡 一游巡 有一个讲法 四十公里甚至更多 这么深 然后地狱更在里面 更痛苦 那能够在人间游荡的孤魂野鬼 算很有福报 还有接触食物的机会很多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要把它打开 破地狱咒 如果你的悲心很强 可以到最深的地狱 就像各位 你希望你的父亲往生净土 下品 中品 上品 你希望你的父亲往生上品 如果你没有上品 发心的功德 你没办法让他去上品 所以我们很希望老和尚 大法师师辈 以你的功德 引导我父亲往生上品 像我爸爸往生的时候 我就跪着祈求 我爸爸对真华长老 很尊敬 对香港觉光长老 听我讲他也很尊敬 所以我就一直齐请 也随喜觉光长老 真华长老的功德 来带领我爸爸 因为我相信两位长老 一定是发不利心 上品往生 带领他们去上品极乐世界 当然我们希望 自己也能够发起上品的心态 所以真实发不利心 所以上越高 下就越深 就像有名言授禅师 所有地狱的圆罗王都拜圆 有名言授禅师 因为有名言授禅师太慈悲了 为了放生被砍头都没关系 天天打放生 天天大失实 天天为众生忏悔 念佛108克 一天有108功克 这样才精进 所以他可以到最深的地狱 帮助最可怜的众生 所以各位悲心 然后如果你要打手印 就是往下弹 这上面有话 弹 那这个红色的那个字 就代表悲心的种子字 这个咒的种子字 从这个哈利子这个心 然后出现了光 然后你最好念咒还观想 自己的外表变成本尊 什么叫本尊 就是菩提心的形象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自聚如来都可以 最好是念哪一个咒 你就变成哪一个 佛菩萨的身口意 身是他 嘴巴是他的咒 心是他的心 那这个是 那我们三叶清净 三叶接近佛菩萨 最好的方法 所谓密宗佛教讲的是 当下成佛 一生成佛 意思并不是说 他真的成佛 也没有成佛 至少说 他在念这个咒观 修仪诡的时候 他是以佛的身口意 在做的 那为了要达到佛的身口意 所以我们虔诚地去接受 佛的身口意的灌顶 身体的灌顶 咒语叫口的灌顶 义的灌顶 义的灌顶 就是三昧耶界 你必须跟律度母 同样的心态 叫三昧耶界 透过这位法师上师 把这个心传给你 这样 你要保持这种悲心 那我想 有很多的咒语 各位如果你愿意去学 这才是慈悲 因为不一样的咒语 有不一样的加持力 功德力 我们不能说 我是汉传佛教 我们就念 炎咒 大悲咒 其他我们都不念 这样讲就偏掉了 对不对 那我是藏传佛教 所以你们炎咒 我也不想念 那也偏掉了 是吧 所以我问很多上师 你会不会念那颜咒 不会 我会 我们来换 我教你那颜咒 但是问题是 各种的咒语 因为只要利益众生 你不能偏在这种 南传汉传 我到缅甸 一直去学南传的很多咒语 南传的很多咒语 也是很厉害的 他们更相信 原来南传也有咒语 因为这个咒语力量 可以达到那种帮助众生的目的 所以因为它代表佛的力量 所以等一下也要把 这些咒语发给大家 所以经典说 你能够带了 这个佛菩萨的咒语 那你身上就圆满 这个佛菩萨的力量 特别这个大随求咒 大随求咒 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的咒语 大随求菩萨 所以你带这个咒 十方诸佛的光跟力量 都在你身上 你带这个咒 那天谁跟我讲 有一个中医很厉害 我们带着咒 他跟我们拔麦 哇 不得了 你们的麦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带着咒语 谢谢你告诉我 带咒语有利 你带这个咒语 就把佛的力量带在你身上 而且真实对对方有帮助 所以你带着这个咒语 那你走路啊 跟人家握手 所以大随求咒的最大的功德是 这个人要下地狱了 你带着这个咒语 跟他讲过好 握个手 他地狱的恶业消除了 这个人生病了 所以我们到医院 一定送人家这个咒语 带着这个咒语 他的病苦 消罪也最快 所以各位讲到这个 相不相信 你一定要相信 相信了你才有得到功德 慈不慈悲 慈悲 所以我要带着 我要送给人家 所以今天 我看 一人拿两张好了 最好你去送人家 下回我们也会祭祷我们秋师姐 秋师姐在后面 曼彻师的代表人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很多咒语 对不起 我们没有带出来 下回就祭祷他家 各位随时跟他联络 拿好不好 一律免费 你帮我们推广 你慈悲 好不好 因为这个叫什么 来 接触得解脱 佩戴得解脱 他只要带着 就得到这个佛菩萨的功德 他只要去接触到对方 对方得到功德 哎呀 何乐不为 所以各位要想尽办法 放越多越好 对不对 我们这个肉体没功德 我们身上带了一大堆配备 这是希望对对方有帮助 所以我强调一下 咒语的力量 咒是佛陀真实语的力量 我成佛了 我阿弥陀佛成佛了 你念我一个阿弥陀佛 你保证愿意超度 愿意离苦 愿意往生性 就必定这个叫咒 真实力量 真实力量就化为咒 超越语言文字的分别 一种声音 所以各位一定要经常去念 好 所谓大圣佛教的力量 或快乐就是现在 第一个你相信 第二个你有悲心 你也知道你这样点出去 他们很清凉 没有痛苦 你最大的快乐就在这边 所以每次上厕所我都会念 因为厕所里面大鹰鬼 小鹰鬼很痛苦的 他的嘴巴只能吸 那个不好的味道 这样而已 但喉咙对其他都被锁住 所以进去撒一下 我每次进去都带这个 撒一下 今天吃不一样的 愿他们能够超度 亡生禁度 不要再这么受苦了 所以就很慈悲 念这个开咽喉咒 经常这样点 有十种功德 我们来念一次 来 功德 一 毒药不能种 二 毒舌不敢遮 三 刀杖不能害 四 王官不敢撑 五 众人皆爱敬 六 天龙常随护 七 衣食西风足 八 眼帽端正 九 永离毛树位 十 不受三土生 好 记住 看到有人拿刀子 要砍人 你不要忘了这个咒 因为这个咒你帮他念出来撒一下 对方不会砍 被砍到 刀杖不能害 动物要咬人了 你赶快念这个咒 毒舌不敢折 不会中毒 所以看到官员要去欺负老百姓了 王官不敢撑 除了你自己得到这个功德 以你的悲心还可以让别人转化 得到这个功德 众人皆爱敬 天龙常随护 看到贫穷人 你更要替他做 愿他衣食西风足 再来长得漂亮 再来永远不会怕 永离毛树位 第十 永远不会堕落三二岛 这辈子不会被火烧 被刀砍 有很多血 叫三土苦 现世不受三土苦 来世不堕三土生 就这么简单 各位经常念 好 所以我希望各位没事到医院 门口外面站一下 把这个咒布施给所有的人 念念药师咒 观想 所有医生都变药师傅 所有病人消除病苦 因为既然我们懂了 懂了这个力量 我们就要不断的慈悲 也不断的生加我们的信心 哪一天你会觉得 一百万美金的功德 都没有这一条咒的功德 真的我们这几年来送了 他们来跟我们讲 有一个里长 他说他里长选举 没办法 人家这些 他的支持者 生病他就要去看 有一次一个老人家 送到急诊室 里长 你赶快去找医院 帮他找病床 里长就跑去 跑去以后 他看到他蛮生病的 就把他 好吧 这个给你 隔天就出院 来跟我们要很多个 他说这个有用 这个管用 帮我们去荷兰 也是 有一位餐厅老板的太太 皮肤都烂了 烂了 那我们陈文龙 也帮不了 他说这个送给你 结果他戴上以后 几天以后 医生说奇迹 他皮肤不再烂了 慢慢正常 后来他在帮我们 推广 到处送 因为这个就是 对于一个非佛教徒 你做得漂亮 你没有咒语 他就是带着平安 所以 而且真实有力量 一点都不用怀疑 好 再来三昧耶戒真言 那就是普贤菩萨的 寺院 所以念这个三昧耶戒 就是代表 我要做菩萨 永不退转 也因为这个持戒的力量 可以让众生 身口意 都恢复清净 不再不断手断脚 不是动物 不是鬼 不是地狱 而外表都变成金刚 就是普贤菩萨的身体 普贤菩萨的身口意 念了 来 如果你这个时候 也发起这个心 我一定要帮助所有众生 所以我一定要成佛 我要受持所有佛陀制定的戒律 我永远不退转发誓 那所有的咒语你都可以念 所以为什么大乘佛教 他没有灌顶的仪式 因为这部经写的 任何的咒语 任何的弹诚 你只要念这个咒 念三遍 那你看第四条 功德是 无畏三藏禅要 第四 云 使陀伦尼令诵三遍 极同文界极于密法 一能具处一切菩萨 清净利于 诸道功德不可具所 所以你具足了 那也代表你菩提心 菩萨界圆满了 如果你真实发起 你也会得到三昧耶界的功德 好 这个时候 我先把咒语发给各位 希望各位带在身上 为什么 就算我们念咒 没有很专心 但是你有这个心态 带在你身上的咒语 就可以发挥力量 去帮助对方 所以 那个挂在手上 念过了 这里面有四种咒 有了 大随求咒 孔雀明王咒 大宝法王所画的 这些吉祥咒语 还有 毕如这那佛 大灌顶光明真言 还有无休成佛 水加持重 各位把它带在手上 当然你上厕所 要不要拔下来 那你 你把它放到里面一点 这样 这样也可以 如果你要拔下来也可以 但是如果不方便 放里面 洗澡的时候 要不要拔下来 随便你 因为那个水 可以利益众生 然后呢 咒语 带在身上 还有咒牌 挂在身上 这个贴在电脑 或是手机上 让你的手机也成为一个功德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念很多咒语 念了咒语的时候 你本身带着这个 你就可以 特别这个大随求咒 可以让往生者 上品上升 极乐世界 你的信心强 悲心够 它就会达到它的力量 所以一个咒语呢 它能不能达到一个力量 就看到你的相信 跟你对众生的悲心 你绝对相信 一点都不怀疑 你绝对不怀疑 它会上品往生 你希望它上品往生 这个悲心 它就真的超度了 往生净土了 所以希望大家 所谓咒语的力量 有些用念的 有些用带的 有些用接触的 有些用风吹的 用各种的方法 一人两条好了 好不好 最好一人十条 下回吧 因为我希望各位 送给你的亲戚朋友 送给那些开餐厅的 开餐厅一定要带 为什么 因为它不得不杀身 煮肉给人家吃 它带在手上 那些肉得到超度 那些动物得到超度 然后如果各位这一张 你太太喜欢杀身吃肉 那你最好贴在厨房 放光 然后那些肉至少超度 像今天各位拿到这一张 回去家里冰箱赶快打开 先给它进化 超度一下 帮助对方 总会有三种 那等一下各位回去 还有两包药石箱 不过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今天晚上至少吃素 好不好 那今天功德 更强一点点 明天一定要吃素 为什么 明天是观音菩萨 慈悲日 明天六月十九 大作功德 如果你在家里 你甚至可以念到一百遍 两百遍 因为你要观想 那个公园 那个火墓区 香港 我们家乡 五一二大地震 南京 你要观想 这个修慈悲心 你观想 然后这些功德 你过去念地藏经 护士三宝 持戒的功德 这样这个甘露 这样流出去 早上念 中午念 晚上或下午念 流出去 这个守念要修 你看每一个佛菩萨的手 都很庄严 接引众生 那他要打手印 加上悲心 加上持咒 所以一个修行人 他的身相会庄严 口叶会庄严 心会很慈悲 那因为这个时候 是累劫修来的 那各位你就要开始练习 身 身体不杀身 不脱道 不携淫 这个身体多拜佛 做义工 手多打手印 那你要修 嘴巴 念一下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不讲没意义的话 多念佛 多诵经 多念咒 多讲好话 多劝人学佛 你人家嘴巴要修 所以你的身体 不杀身 不偷道 不携淫 身体多放生 多布施 修清净恨 多做义工 多拜佛 那你的身相 壮严 但是 最主要是心态 如果你的心态 修得很好 当然你的嘴巴 口也会更浓 圆满 所以心里面 等一下 不贪心 不生气 不愚痴 执着 不骄傲 不怀疑 不嫉妒 那你要修 你不是说 我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 那没办法 没惭愧心 不慈悲 你为了众生 你要把这些烦恼消除掉 然后内心里面要多修 忍辱心 慈悲心 空心 菩提心 柔软心 你要这样修 就念大悲咒 要有十种心 十二种愿 你要这样修这个心 然后再念大悲咒 然后你要一直这样修 就像把一个石头要磨成钻石一样 你要一直念习 所以这种普通的一杯水 居然可以变成救度众生的甘露水 通过我们的修行心态来加持 好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2月14号星期三 华言菩萨圣诞 念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持摘处罪七千节 下午2点 台北生命道场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2月16号大年初一星期五 弥勒菩萨圣诞 念定光如来 持摘处罪四十节 佛陀神变节 1月1号至1月14号 神变月等时如来书圣功得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百万兆备 上午9点 新殿大名讲堂 庆祝弥勒菩萨圣诞 新春开示 时供养 祭护生法会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2月18号大年初三星期日 佛陀神变节 1月1号至1月14号 神变月功得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万兆备 上午8点半 满桥碑院讲堂 共佛大摘天法会 联络电话 02-2951-0355 2月20号大年初五星期日 佛陀神变节 1月1号至1月14号 神变月功得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万兆备 上午10点 树林菩提讲堂 心灵讲座 电万灯 共万水 祭护生法会 联络电话 02-2688-5088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 海涛法师 日本七日参拜之旅 恭请海涛法师领众 日期 4月18号星期三 至4月24号星期二 共计七日 行程安排 世界遗产 高野山 金刚丰寺 澳之院 前蓝大塔 大阪寺院参访 比瑞山 大阪神户古寺等等 报名专线 请洽台北生命道场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生命电视 海涛法师 自2018年 日本世界遗产 高野山 比瑞山 京都古寺 即西国33所 关东观音灵场 参拜之旅15天 恭请海涛法师领众 日期 4月18号星期三 至5月2号星期三 共15天 行程安排 世界遗产 高野山 金刚丰寺 澳之院 秦兰大塔 大阪寺院参访 比瑞山 大阪神户古寺 京都唐昭提寺 资贺县琵琶湖 宝岩寺 三重县伊室 伊室神宫 内宫外宫 静刚县 九能山 东兆宫 横滨市 总池四本山 等等 报名专线 请洽台北声明道场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2-2550-9900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于如来前 践踏石灯 信心清静 何时之障 起随喜心 以此善根 得于八种增上之法 何等为八 一者得增上寺 二者得增上眷属 三者得增上戒 四者于人间中得增上生 五者得增上性 六者得增上变 七者得增上圣道 八者得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二零一八年 年复一年无量寿 夜有一夜流离光 日日夜夜观至战 十时刻刻刻庙吉祥 新典大名讲堂 三重中心 恭祝大家 新年快乐 六十吉祥 无命发财 百万报恩的鸟儿 李大叔原本是一个山区的农民 因为年纪大了 做不了粗重的工作 于是便来到山林里 担当起守灵园的工作 李大叔为人善良 每当在山林里遇到受伤的小动物 他都会出手相助 树上的鸟儿 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叫声 不好 它们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这只鸟儿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为了阻止青蛇 它宁可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 来保护自己的孩子 不好 母鸟被蛇咬住了 你这个坏家伙 快松开口 听见没有 你赶快给我放了这只鸟 你赶快给我离开这里 快走 你要是还在打这几只鸟的主意 我就饶不了你 可怜的鸟儿 哎呀 伤得不轻啊 你伤得太严重了 怎么能飞起来啊 你现在这个样子 哪里能照顾得了你的孩子 让我带你先去治疗一下吧 就这样 李大叔带着这只受伤的大鸟 来到了镇上寻求兽医的帮助 大叔 你是从哪里抓到这只鸟的呢 这不是我抓到的 这只鸟的翅膀受伤了 我带它来找兽医治病的 大叔 你找兽医干什么啊 找兽医还要花钱 我看不如你把这只鸟卖给我好了 阿忠 你要这只鸟干什么啊 不瞒你说 我开了一家酒店 你这只鸟可是非常难得的野味呢 怎么样 把它卖给我吧 你要将它做成菜 不行 那可不行 我还要将它的翅膀治好 然后放生呢 大叔 你怎么这么傻呀 有钱不赚却要自己掏钱给它治病 你这是为了什么呀 为什么要救它 因为它是一只命 更因为它还有孩子在等着它回家呢 大叔真是个固执的人 是啊 而且还有些傻呢 这位在别人眼里固执的李大叔 自己掏钱为大鸟看病治疗 好在大鸟翅膀上的伤并不严重 很快就恢复健康了 哎呀 这只大鸟伤食刚好 怎么又想飞出去呢 它到底想去哪里呢 哦 我明白了 它这是要去给小鸟找食物啊 哎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应该帮帮它才行 这里有吃的 你翅膀的伤刚好没有多久 就别飞太远了 这几天我会给你送来食物的 接下来的几天 李大叔每天都会带一些食物 撒在鸟巢周围 让大鸟不必长途飞行 就能叼回食物去喂养它的孩子 转眼间 鸟巢里的那三只小鸟 也长大能独自飞行了 时间过得真快呀 这三只小鸟都长大能飞了 都长大了 长大了就会离开家的 我的儿子好久没回家了 不知道它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你怎么来了呢 我儿子也是这样子 来匆匆去匆匆的 那是什么 这是什么 难道是那只母鸟叼来的 接下来的几天 李大叔所居住的小屋窗外 经常会莫名其妙 多了奇怪的钱币 来 到我的家里喝口水吧 大叔 你自己一个人住在这个山林里吗 是啊 我是这里的守灵园 住在山林里工作方便呢 那你的孩子呢 他们没跟你住在一起 我的儿子在都市里上班 一年来不了几次的 这只母鸟又给我送破烂来了 送破烂 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看 就是这个 那只母鸟 经常会叼来一些 这样的钱币来给我 这些钱币看起来 旧旧脏脏的感觉 所以 我都说 它是送破烂来的 大叔 你能让我仔细地看看 你手里的这枚钱币吗 当然可以啊 你看吧 大叔 我是一位钱币收藏爱好者 你的这枚钱币 非常罕见 如果是真品的话 那可是价值不凡啊 哦 这么说 这个还真有可能是值钱的古董 关于钱币的真伪 我也不是很懂 大叔 你应该去找个古玩的专家 来给你坚定一下的 嗯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的呢 那只母鸟 叼来的那些钱币 好像真的很少见 怎么 那只鸟儿 鸟币果真是非流通的 一批真藏币 其价值能达到一百多万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李大叔